是莲花汉红问的 师尊你好 师尊说过 紧急时可以念高王经的经名 若以真佛经为主修经典者 紧急的短时间内要念达一千遍 是否也能够念南无真实佛法习斋四福经 其请师尊慈悲开示 高王经我们可以念 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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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的时候你念这个 因为你平时念高王经 紧急的时候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自然有观世音菩萨显现保护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的人在紧急的时候 可以念本尊的咒 甚至也可以念十尊的丧尸行咒 你紧急了 你紧急了 抓到什么你就念什么 但是你平时有听到 你就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就可以了 虽然你念真佛经 那么紧急的时候 你就念真佛经救命 我相信这个真佛经里面 所有的莲花童子也会帮你 当然也会帮你 很多人紧急在梦中 紧急的时候 谈念经常念 奥古的连生是地奉 因念了 那个鬼就不见了 那个鬼就不见了 真的我们在这世界上 有很多紧急的事情 开车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以前常常看到 那个台湾的电线港上面 有几个字 马路如湖口 马路如湖口 就是这马路就像老虎的口一样 所以行走在马路上 骑脚的车在马路上 骑摩托骰 bicycle 这个car 在马路上 或是take a walk 都会很危险的 都会很危险的 这个take a walk 走路 bicycle motor cycle 或者你ride a car 都是很危险的 马路如湖口 这马路如湖口怎么讲 英文翻成英文 也是 那个是 喂 喂 献那 tiger mouse 喂 献那tiger mouse 我整个这样子翻 马路如湖口 所以你在紧急的时候 你不要念南无真实佛法 息灾四福经 不要念那么长 真佛经救命 就可以了 因为你常常念正佛经 念一个正佛经救命 相信也能够帮助你 你念师尊心咒 Om guru lenzen shiti hom 念那个 Om mani bemi hom 藏人念的 念Om mani bemi hom 遇到危险 Om mani bemi hom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当然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莲花汉红问的 你就念真佛经救命就行了